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点 我现在呢在318国道 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雪山呀 这雪山下边就是燃乌湖 你别动吉普 我把车停到了路边 燃乌湖呢就在路边 这儿有一个路口 可以下去近距离看一看燃乌湖 咱们现在往里边走一走 现在我得这个拿个链子拴着吉普 得拉着它 虽然是在户外 我怕有人飞无人机 或者说 有游客的话 这样拴着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太皮了 大爷你太皮了 这里边是不让车进的 只能走着进去 严禁车辆进入草坪 罚款200 这个湖的颜色是呈蓝色的 湖面 很漂亮 还有两头猫牛 猫牛在吃盒饭呢 猫牛喜欢吃辣的 猫牛喜欢吃辣的 对 他不要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湖面现在近距离的看的话不是太明显 如果用航拍看的话 还是非常明显的蓝色的 你帮我拍的 牛里走了 有你走咯 你帮我拍的 咋了想照相啊 我想帮你拍的 行可以可以可以 我帮你帮我拍一个视频 他他叫吉普 吉普啊 很好 哈喽 你过来这边 我拖她 我一直拉着她走 然后你就帮我拍一个背影 吉普被人牵走了 她跟美女走了 我拉被她死了 我喜欢你老人鱼狗 老人鱼狗 我刚才把吉普放开了 我发现吉普在这景区里边 好多小姐姐围着她去玩 我太羡慕了 吉普 你成宝贝了 他成宝贝了 三个美女在跟吉普玩呢 来拍一个背影走的吧 大爷 美女走了 不跟你玩了 你回来了 那三四位美女人家开车走了呀 剩吉普我们俩在这了 她也不跟着人家走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真吃香 你真的太吃香了 我愿意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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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道 我现在还在燃乌湖的旁边 车停在这了 刚刚有个哥们 然后应该也是关注九点的 给我发私信了 他说他也在这附近 而且他开了一个货车 说要过来找我 所以我在这等他一会儿 可能我们要一块走 一块往前走了 大家好 这个哥们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会合了 开了一个大货车呀 这里边打开之后 里边睡觉 吃饭应该都不成问题 啥都有 啥都有 然后打开 铺着门 松果旅行日记 好家伙 这给进货似的 我上来 我现在已经上来了 这里边 厨房 卫生间 这是什么办公室 这有个椅子 办公室 卧室 哎呀 这也太赞了吧 这个 我是一直在网上看 有好多人 就是用货车盖房车的 但是 现实当中我没见过 今天第一次见 那边有个卫生间 上面还能住人呢 那边也是床 这是一个小的办公室 办公室 这睡觉的地方 太棒了 因为他也要去拉萨 我也要去拉萨 我们现在在染污湖 碰面了 可能剩五六百公里了 一块到拉萨得了 老夏给我一直打电话催我 让我去拉萨了 打电话之后 他一直问我叫哥 我们俩谁年龄呢 你几几年的 八九年 你八九年的 你不要再叫我哥了 我得叫你哥 你叫弟就行 叫九弟就行 别叫哥 别叫哥